大家好我是熊崩 本部片來分享一下Monster Hunter Now 輕弩槍第16天 RANK73 4週目的進度分享 以及還有7階屬性弩的相關進度 那樣一樣要先跟各位說明一下 畢竟本款遊戲是一個劍走的休閒遊戲 而且因為我的頻道還有其他遊戲要顧 說實在的產片量不會到這麼多 再來因為要一直不斷農素材 基本上我就是定期更新 然後每部片希望都有一定的品質 除非可能像有社群活動啊 或者是偶爾有一些小小的水片我能夠發 不然差不多都是一到兩個禮拜更新一部為主 然後接著來分享一下是我的健身數據的部分 上禮拜應該是說這陣子走的也蠻誇張的 那我的腳呢其實已經有局部起水砲跟長雞眼了 所以長時間要劍走的各位 建議要選一個好的鞋墊加劍走鞋 那整體你的腳的感受會好非常多 至少我自己是這樣子 就這部分已經有稍微做一點改善了 接著來說一下是我角色裝備的部分 那這一邊會講的比較久 是有關於像屬性弩 以及浮空弩 還有7階礦弩上限 以及還有先後順序的問題 那首先先來看一下防具的部分吧 防具的部分屬性基本上都跟之前的影片差不多 後注力減輕裝填速度 這些東西該需要滿的都差不多滿了 比方像防具這邊有飛龍頭盔 然後再來還有一個是浮空龍鎧甲 風飄龍的玩甲 以及還有這個磁火龍的妖甲 然後甚至是還有這個吐沙龍的護腿 重點其實該有的東西 我們這邊的話全部都把他升到6階了 所以基礎的技能都有 那之後再上去的話呢 就是把相關防禦力會有提升 重點就差不多這樣子 接著來看一下是這禮拜武器的進度 目前升到了7階的有礦弩 以及還有火龍破壞砲 火龍弩也來到了7階等級2 之後還有另外一個待會會講到的 浮空弩來到了等級6 那其他的像閃電弩這邊的話是來到了等級5了 然後冰的也是等級5 然後再來水的也是等級5卡素材 所以基本上我們大部分屬性的東西 以及還有其他進階的弩槍 這邊都已經有慢慢的把他成型了 之後呢可以認真講 玩家們到3周末有7星的魔物 只要你會手動瞄準 基本上是全部都能打的 至少我是這樣子靠7階等級5的礦弩 是打到4周末的 但是到8星的情況下 你的礦弩要升到8階才會有機會 而且因為只有8星的魔物才會掉榮譽 所以基本上你只能夠透過克制屬性的弩來打 不然很多的時候我們的傷害這個很明顯都是不夠的 然後開始拚屬性弩素材了之後 才會發現礦弩的素材真的是比較好取得的 這邊就貼一張圖給各位看 火龍的素材不太好掉落 也不好頻繁的遇到 那礦弩的素材雖然也不太好掉落 但是沼澤很常看到 看你是要選擇好好的挖礦 還是直接去打火龍的尾巴地獄 那我這邊先選擇上火龍弩 是因為風飄龍還有浮控龍也都是怕火的 這幾個魔物我們比較需要素材來做選擇 而且打火龍就如同剛剛說的 7階的礦弩你是可以打7星以及以下的魔物 只要會手動瞄準打落點 基本上都沒有什麼問題 所以我才會說先推礦弩把它拚起來 魔物獵人畢竟是個循序漸進的遊戲 你必須要有個開用的裝 你才可以農其他進階的素材 礦弩就是一個很好的新手村裝備 讓你到三樓木7星的魔物都還在用 而腰帶的部分要來補充一下 因為輕弩的技能太多綁定裝備 導致屬性增傷的位置 只剩下腰帶能夠選擇 增傷的效益是有限的 我知道許多支撐玩家建議屬性能力至少要到等級3 他的這個強化才是有感 但是如果你拔掉後座力跟換彈 整體的效率也會低很多 所以這一塊看之後會不會推出魔物本專有的裝飾品來強化技能 不然輕弩目前他的這個屬性增傷的效果的確比較不吃香沒有錯 但是裝備面板的數值搭配的屬性傷害還是比一般無屬性的傷害高蠻多的 然後再來另外一個 我這個腰甲這一邊的話他是那個吃火龍的嘛 相關的這個連擊啊 他是只吃到一般傷害的加成 屬性傷害是沒有吃到的 所以我們剛剛這邊才會提供說 可能之後比方說你冰的話是用冰屬性的強化 火的話則是用火屬性強化的這些腰甲 來提升這個屬性傷害的加成 接著來說一下是福空弩的部分 我知道有許多玩家在討論這一把武器 主要輸出的理論值這一把會有很棒的表現 但認真說事實與理論總是需要透過驗證的方式 首先他的這個技能啊 有那個精靈加護嘛 那精靈加護他的這個技能很適合對於 魔物不熟悉或者是手殘的玩家 有觸發你就是擋百分比的傷害來省水 那這一點我認同他是好用的 但子彈的部分除了一般彈之外 再來就是貫通跟散彈 他本身就是個衝突的存在 貫通他近距離會導致傷害遞減 中距離才會有完整的傷害 那散彈則反過來 近距離有傷害 中距離直接遞減到0 除非你會抓時機輸出 或者是完美閃避來換彈的方式 平凡的用散彈來打弱點 不然整個的上手難度其實是高蠻多的 這個是我對於這把武器的看法 因為他不是像礦弩那種新手可以直接從一開始用到三週目的過渡武器 他也是有很多素材的需求 所以他的基礎傷害一定會比礦弩還要高 這邊給各位來當作參考 如果高階一點的情況下 比方你的素材如果可以拼到可能8階之類的東西 那往後我才會考慮來用浮空弩 但是優先度來說我還是要先把屬性弩 拿來打8星的魔物 拿龍玉會比較實際一點 因為限時的考量 是8星以及以上的魔物他才會掉龍玉 先把其他的東西先給弄好吧 甚至如果有卡素材的話 我可能還會有生8階礦弩的打算 最後回到火龍弩的部分 火龍的素材大家就稍微拼一下吧 比方像我現在火龍的話這個是等級7的2階 他的話呢就是需要30條火龍的尾巴 不過他本身的技能是有貫通跟斬裂 我真的覺得拿來打這種克制屬性真的很方便 也讓我能夠用7階2等的火龍弩 可以直接打8星的浮空龍跟風飄龍 對於這種高難度的魔物能夠攻略 整個拿龍玉的效率會高非常多 影片的後面我就會放這兩隻龍的實戰 之後的武器進度應該會把水弩升級上去 可能6階或7階之類的 因為我目前的主線 其實是卡四周目要打8星的騷鳥 沒有克屬武器其實打起來傷害也不太夠 那往後的影片啊應該就是有龍玉的進度更新 或者是像社群日啊 還有其他更新公告內容之類的 好那大部分都講的差不多了 接著就來看一下我們打8星的浮空龍跟風飄龍的影片吧 中間的林寺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那麼Monster Hunter Note第16天4週目相關的進度影片 就要這邊感謝大家的收看 那往後啊我應該會先把這些武器啊 就是剛剛上述提到的東西都先把它升好 之後可能才會開新的武器或者是新的龍嘛 那這段期間我就會先把我這些主要的裝備都做好 短時間內不會嘗試其他新的武器 就是之後會慢慢的定期更新這樣子 對於影片有任何想法的歡迎在下方留言 我是翁蹦我們下部影片見 掰掰